红柚是在基础柚料中加入不同的金属着色剂 常见的为铜、铁、金 其中铜、红柚主要包括哪些 A.G红柚 B.姜豆红柚 C.狼红柚 D.珊瑚红柚 请选择 这个和我们之前说到这个缝手壶一样 它是需要个二次烧制而成的 因为这个柚色的原因是厚再加上去的 对吗 李老师 对 它是这样 就是这个柚这里面大家要了解 里面的铜、红柚 其实这四个选项当中 有三个是高温柚 一个是低温柚 三个高温柚都是以铜位着色剂的 这道二十分分值的题目 六位选手答得怎么样 有一位没有抓住机会 他是谁呢 是目前在六位选手中积分排名 靠后的一位 正确答案就是 前三个选项A、B、C 这道题目除了志刚没有答上来 其他五位选手全都答对了 各自加上二十分 我们请老师们来说一说这道二十分的题 我们说古代的这个红柚 其实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高温红柚 一种是低温红柚 那么在这个当中 其实有三种不同的着色剂 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别 一个是铜红柚 就是它是以铜为着色剂的 这都是高温红柚 另外两种是低温红柚 一个是以铁为着色剂的 那就是铁红柚 我们有的时候叫反红柚 在这个题目当中 它其中橙色偏黄一点 就叫珊瑚红柚 这是以铁为着色剂的 还有第三种是以金来做着色剂的 那么烧出来是什么颜色呢 题目上这几个都没有 烧出来它是叫胭脂红 或者说叫胭脂水 那种颜色非常的娇嫩 很漂亮 在这个不同的三种着色剂的 这种红柚当中 其中最难烧的就是铜红柚 我们在这个题目当中 有三种红柚 比如说一种是季红 第二种是姜豆红 还有是狼红 这是不同时代的三种红柚 季红柚是明代的 永乐宣德年间创烧的 而且其中最名贵的一个品种 就是永乐的鲜红柚 这个姜豆红柚 是康熙时期的 一个特殊的高温红柚 它的里面是因为成品当中 既有红色又有绿色 然后会出现一些绿色的抬点 甚至在一种反常的情况下 这个绿色还超过了红色 而且这样的 它就这个右色会发现 是红绿相间的 有一种像姜豆的这种红色一样 所以把它称为姜豆红 甚至如果绿色多了 就把它叫成姜豆绿了 都是因为它是以铜位着色剂 第三种的这个狼红 是康熙时间的狼窑红 狼窑红是个很有名的品种 它的这个特点是 一个高温红柚 它的流动性比较强 其中在一个过去古董行里 有一个说它的特点的时间 总结了一句话 叫脱口锤足狼不留 确实这个珊瑚红柚 是在康熙时期创制成功的 也就是红柚要吹在 这个已经烧好的白柚瓷器上 然后再次入窑 二次低温才能够烧制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